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中国女排开启了新的奥运之旅 在7月20日的这天一大早 就乘坐两辆大巴前往了厦门的高企机场 和以往有些不同 这一次中国女排从漳州基地的腾飞馆出发 然后从厦门直飞巴黎 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地节省时间 我们的运动员也不需要为转机 而担心行李丢失的问题 航班是12点30分从厦门出发 但是中国女排到达机场的时间还是比较早 而海关的工作人员当时也是前往了训练基地 看得出来大家还是在为女排尽可能地做好后勤工作 到达机场以后 中国女排陆续走进直击大楼 作为队长的袁锡月 带了一款和蔡斌同款的眼镜镜片 而她选的这个眼镜也让她看起来老气很多 有点不适合她 或许她也想用眼镜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沉稳一些 毕竟虽然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奥运会 但却是首次作为队长参加奥运会 队长和队员在场上的作用不同 队长一定要能够鼓励队员 稳定军心 所有球员背包上的挂坠也比较抢眼 李盈盈甚至挂了多个 这已经成了中国女排的特色 我们的球员还是比较可爱 还是拥有少女心 首次参赛的吴孟杰脸上挂着笑容 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 她也是难掩兴奋 她和张畅宁这次大概率是替补 但是她应该是有上场机会的 毕竟朱婷的体能有限 打弱队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适当地让朱婷多休息 而且之前的比赛也证明了 吴孟杰还是敢打敢拼 能够承担起中国女排的进攻重任的 而直到出发 徐晓婷替换丁霞也没有实现 所以丁霞的身体状态应该还是不错的 和塞尔维亚的奥杰年诺维其比 她很年轻 希望在我们的齐心协力下 中国女排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中国女排正式出征巴黎 此前 《圣骁城》上的各种女排流言大名单悬念 也就此宣告终结 二大争议人选成功跟团 那就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在巴黎取得好成绩吧 在出发前 中国女排还拍了一张大合照 这张大合照上的球员 也就是参加此次巴黎奥运会的球员 这也避免了大家再去猜测 中国女排的大名单 不用去判断哪些 关于中国女排大名单信息的真和假了 中国排协公布的大名单是 在大名单公布后不久 网上便有消息传出 争议人选丁霞因为伤病离开了张州 徐小婷将代替她前往巴黎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很多球迷都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安排 球迷觉得丁霞在辽宁都打不上主力了 凭什么还能上奥运呢 的确如此 丁霞不仅是年龄大了 而且因为伤病的问题状态下滑得非常严重 首先是体能不足 其次是脚下一动慢 最重要的是伤病有可能复发 如果徐小婷能顶替丁霞去奥运 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在此次中国女排出征前的大合照上 我们并没有看到徐小婷 丁霞依然在 她站在自由人王梦杰 和主力二传凋理语之间 看来之前网上传出的消息都是假的 既然事实已经不可能改变 那就还是希望丁霞最后一次奥运之旅能够好运 除了丁霞之外 中国女排还有另一个争议人选 她就是接应位置上的郑怡新 郑怡新从来没上过奥运会 而且在中国女排也从未打过主力 甚至是上场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为什么都快三十岁了 还要选她上奥运呢 郑怡新的确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球员 无论是之前打的复工 还是改打接应后 郑怡新的表现都非常一般 身为接应 进攻下不了球 防守也是一团糟 篮网也不能指望 很多球迷都不清楚 那么多年轻有能力 且值得培养的接应不选 为什么就一定要跳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正义心呢 既然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而且中国女排全员 已经踏上了奥运之旅 那就希望网上的留言板消息消停 祝愿中国女排 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佳绩 出发前 全队在福建漳州的 中国女排腾飞馆留下了合照 并拉起了横幅 横幅上写着 祝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会 勇夺佳绩 相较于前两次出战奥运 本次出征显得格外低调 合照里 三位陪练王文涵 徐晓婷和倪非凡 均已离队不在其中 虽然早早知道 自己无缘巴黎奥运 但为了集体荣誉 他们还是站到了最后一刻 帮助队伍完成了日常训练工作 作为队长的袁新月 则是携礼盈盈 朱婷两名球员 站在了C位上 这似乎在说明 三名球员的重要性 袁新月不仅是球队的队长 而且还是主力复工 他不仅需要负责场上的工作 也需要协助教练 负责场下的一些事宜 李盈盈和朱婷 大概率会成为球队的主力主攻 搭档出战 两人合体后 队伍的整体实力将得到提升 之前中国队最薄弱的环节 就是李盈盈对角 王云露虽然有一传 但进攻效果一般 导致队伍两点攻轮次卡轮严重 现在随着朱婷的加入 主攻线瞬间从垫底变成了拔尖 朱婷的加入不仅仅充实了主攻线 而且也给副攻线 接应线提供了牵制作用 让我们的快变战术 打得更加得心应手 因为女排奥运赛制做出了调整 小组赛出现难度增加 中国队和法国塞尔维亚 美国同在A组 那么中国女排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就实力对比而言 中国女排大概率一胜二负 以小组第三出现 第一场和美国队的比赛 将会决定全队的奥运走势 如果赢球队伍的士气就会高涨 反之则会掉到谷底 自从04年雅典奥运会战胜过美国后 后面几届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均输给了美国 且美国女排此次阵容 拥有多名上届奥运夺冠的球员 不管是配合默契度和比赛经验 都要优于中国女排 不过 中国女排并非没有取胜机会 只要发球能够冲垮美国的一船 就有希望暴冷未免冠军 第二战打法国是必须拿下的比赛 只有拿下法国才能够获得 晋级八强的机会 法国队是典型的欧洲强力接应打法 只要限制住他们的接应 就等于赢下比赛 朱婷的端篮网出色 有望让法国接应吃别 自身方面 凋零雨要多利用复攻和接应的 快变战术来得分 这种欧洲队伍对于亚洲快变 还是极其的不适应 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女排 如果中国女排能够战胜塞尔维亚 那么小组出现无悬念 反之就要看局分等数据 力求以两个最好成绩的第三名出现 对阵塞尔维亚时 若无法限制住 伯斯科维奇的话 也要尽可能地限制 他们的主攻 外加蓝王手 要硬避免被戒手 现在塞尔维亚伯斯科维奇的万伤 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总而言之 中国女排必须拿下法国 对阵塞尔维亚和美国时 尽可能地去拿分 最好是打满五局 这样的话 即便二叔也能够保证小组出现 否则又会出现 小组赛就被淘汰的情况 对 scandal 阵塞尔维亚 因此 请不吝点赞尔维亚 明镜 acord 明镜 我